西主席 你好 我叫何泉贵 今年41岁 出生在山南的一个大山里 从小家里很穷 连饭都吃不上 我也没上纪念修 就回家帮大人工地 直到我20岁 那年刚好跪家 改革开房 让农民有饭吃 奔小炕 我也有一个梦想 想让家人过上浮育的生活 所以我就跟着老乡们一起去了 霍南靖黄上搭工 到了那山上工人圈不住的 隐岸超市的洞子里面 整天不见阳光 也没有人给我们讲安全方法的措施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保护自己 遗感就是十年 后来感觉到身体不舒服 惊慌气痰 去医院一差 就是西匪二区 医生告诉我们 这种病没有好办法治疗 只有离开环境 好好保养 和正常人一样 没有生命危险 后来我们就跑遍了全国国大医院 去砍饼吃药 后来没钱吃饼的情况下 我们也去找过矿山老板 可他根本就不承认 我们在他那里搭过工 有被迫无奈的情况下 我们有问亲朋好友借钱 向信用社贷款 我想国家一定有好办法治疗的 我们活着就是希望 可一年年过去 忍受着一天一天的呼吸 你见通通 病情越过越严重 后来经常在医院里住院 现在是一点不能心动 24个小时靠阳气维持生命 我们在医院里也看到 国家的正式矿工 他们每个月有工资 他们可以在医院里 享受好的治疗 他们都活到六七十岁 可我们这里的 得了病的朋友们 都在多三五年 都没钱去治疗 家庭生活不下去 都现在的房企 有的自杀 家庭都留下了年迈的父亲 和年幼的孩子 婆子的一个家庭 让人是多么心痛 我们也暗暗掉下了多少眼泪 我好害怕我们家有一天也会这样 可我是一个特别坚强的人 我很爱我家 我家庭都对我特别好 家人不离不起的照顾我 我家有一个笔记本 处体有个笔记本 没失去一位朋友 我都坐有记录 这今年 越记越多 越记越多 真让人好害怕呀 我希望 西主席 西主席 你是爱民与子 我们也是中国的子民 我们也相信国家 照顾我们 救救我们的子女 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谢谢